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11月10日,浙江卫视正式公布2023年电视节目及综艺节目 可谓是诚意十足,不少相关词汇都上了娱乐热搜 《大江大河三》、《繁花》、《龙城》、《公宿精英》、《梅花红桃》等题材落户浙江卫视 与电视剧相比,浙江卫视今年的综艺节目也是相当精彩 比如《奔跑吧》、《王牌对王牌》、《中国好声音》、《青春环游记》、《填次的声音》等等 《无限超越班》、《我们的客栈》、《直奔道乐球》、《合唱也疯狂》等综艺节目 都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 从2023年浙江卫视的节目单可以看出 浙江卫视明日将会有很多精彩的节目 不管是节目还是综艺节目,都值得一看 浙江卫视的2023年的节目有三个亮点 一个是《周深》、一个是《中国好声音》、一个是和《芒果》有关 《周深》将加盟浙江卫视三大综艺节目 《芒果卫视》的高人气节目《时光音乐会》 已经进入了第二季,还没开播,就已经火了 《周深》这个常驻嘉宾,自然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时光音乐会2》的拍摄时间已经接近年底了 但是《周深》还是很难有一个好的假期 《周深》将参加2023年浙江卫视的三个节目 第一档是《天赐》的声音4 邀请的是胡彦斌、张碧晨、杨成林、张杰、周深、西琳娜一高等 《周深》的声音已经开了三季了 可以说是浙江卫视的王牌节目了 《周深》作为这一季的常客 无论是演技还是综艺感,都是有目共睹的 他加入到第四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第二档是直奔道乐球 由两名常驻嘉宾和四名空中嘉宾组成 邀请的阵容有邓紫棋、周深、萧敬腾、王鹤蒂、荣祖儿、汪苏龙 0713在就业男团、张天爱 游戏类节目看起来还挺新鲜的 目前国内还没有这种类型的节目 但愿这江卫视能拿出点真本事来 别让他们失望 第三档是合唱也疯狂 听名字就知道是一首合唱团 邀请了纳英、坦金、李健、王嘉尔、萧敬腾、韩雪、周深、阿银嘎、谭维维、周延、白敬廷、李沁、赵露斯、妮妮 和直奔道乐球相比 合唱也疯狂有两个优点 一个是歌手阵容更强 一个是歌手和合唱团的竞争 等我想和你唱 合唱 三百 作为一名实力 流量 央视都认可的歌手 周深在这两年来 无疑是华语音乐圈最受关注的新生代之一 周深虽然没有在中国好声音上取得太大的成绩 但是浙江卫视毕竟也是他的薄乐 湖南卫视并没有太大的竞争优势 周深与浙江台的合作将会更加深入 中国好声音将持续举办 栏目组有很大的压力 中国好声音2022结束后 恰逢惨性公司高管离职的消息传出 一时间 网友们拍手称快 要求暂停播出 但是从2023年浙江卫视的片单来看 中国好声音明年还会继续 但是栏目组的压力却是空前的 中国好声音的人气还是很高的 但人气和口碑都比前几期差了很多 好声音2022更是让人对这档节目的好感大打折扣 就拿好声音见证人刘德华来说 他在第一季和决赛中都出现了两次 第一期的时候 他就用了VCR 比如现在的中国 真的没有几个好瞄子 比如选歌比较了门 或者原作太多的原创歌曲 还有比赛规则的不公正等等 特别是比赛规则 在11禁5的比赛中 实力强劲的周斐格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李文当场暴走的录像也被曝光 这件事情的影响非常大 对比赛的公平性和可信度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中国好声音2023虽然会继续举办 但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赛制 选取原创等方面的问题 节目的口碑就很难再有了 要知道 中国好声音以前有传言说要搞一个全男生或者全女生 但我觉得不太靠谱 毕竟好瞄子已经很少了 如果再细分 那就更难搞了 综合来看 浙江卫视虽然在节目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排在芒果之后 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整体布局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很遗憾浙江卫视在一些综艺节目上 期步比较慢 现在想要超越他们 已经很难了 希望他们能走得更远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镯还需要您的支持 记住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龙桃 lex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